这次月考 你们俩考得不错 按照学校的传统呢 这次月考可以申请奖学金 但是 从今年开始 一个班只有一个名额 要不这样 你们俩都写个申请书 学校再结合其他因素 考量一下 选谁算谁 没选上呢 也别生气 好吧 行 回去吧 谢谢老师 沈同学 跟你商量个事呗 说来听听 那个 申学金你要是不用的话 你要不然就让我生气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的 这么好的机会 我也不能浪费了 你 我跟您说实话吧 我们家其实住在莲花村 我们是一个很穷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提出过 而且我们那儿的人 都是靠卫珠生活的 我能来大城市上学 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我从来没有拿过奖学金 我之前没有跟你说过啊 我本名其实叫林翠花 我会拿给你看的 年翠花同学 你真是没有同情心是吧 我怎么没有同情心 而且我就说你为什么那么严手 怎么了 你在莲花村住多久了 你记不记得 你们莲花村隔壁有一个荷叶村 你肯定知道 说不定你还见过 在我们荷叶村呢 不仅得喂猪 我们还得种地 我也不叫沈姐 我的真名叫 沈姐住 林翠花同学 还人气呢 要不你打我 解解戏 我给你 cort也 我给你 放到这里 小白 听说 Hool Kids Lady 不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啊 好久不见 真是想见 不是 李雨晶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吧 你来浦澄都不跟我说一声 你 我这不是刚来 我想过段时间跟你说嘛 你要是把我当朋友 就应该我跟你接风 而不是再接上偶遇 错了 耀哥 这还差不多 这是我朋友路耀 这是我同楼沈圈 你好 我是路耀 你好 我有个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啊 刚才那个 是你们肖操吗 你同桌还挺幽默 行了 咱们赶紧找个地方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对了 同桌 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 我就不去了 行 那我下次教你肖操 走吧 走吧 我赶紧跟你说 你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喜欢咬戏果 你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爱管我呀 谁让你是林韵卿呢 来浦城没什么不习惯的吧 有没有什么困难 困难倒说不上 就是孟伟国管得有点紧 钱能充在饭卡和公交卡里了 我要是想花还得申请 你爸还跟以前一样 一点也没变 他要是能变 就不是孟伟国了 你呢 你怎么突然来我们学校了 别说是因为来看我啊 这不是咱们两个学校 要举办联业运动会吗 我过来看看场地 那谁能想到居然能在这儿碰到你 上次 你问我在哪儿能修钢笔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来了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那时候没打算在浦城常住啊 所以我就没告诉你 他们家 没欺负你吧 谁敢欺负我啊 谁敢欺负我啊 也对 谁要敢欺负你啊 你就让谁好看 谁敢惹灵一惊 不过这惊人灵下的滋味 真不太好受 我得赶紧搬到学校宿舍去 那你爸能同意吗 当然不能了 所以我自己攒钱呢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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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晏晏 你的奖学金名额申请下来了 在上面签个字 奖学金不是只有一个名额吗 我怎么会有啊 审券放弃了奖学金名额 这个名额就给了你 来 签个字 好 来 这是你的奖学金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行 继续加油 阿姨 我办入住 你们怎么这么爱拖拖拉拉的 再不叫就不给办了啊 我现在叫叫叫叫 转过去了 钱不对 剩下的 现金奖 申请单呢 什么申请单啊 你把这个申请单填上 这要签上家长名字 还要家长签字啊 没有家长同意 是不让住宿的 这你都不知道啊 不让住宿的 你不想要做这个 不让住宿的 你不让我持不住 你不着急 notor家长好